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好 今天继续跟大家讲白化佛法 在我们学佛当中的佛教当中的 有信解行政四门 有四个门学佛当中 那么一个叫信门 一个叫解门 一个叫行门 还有一个叫正门 叫信解行政 是学佛人最应该掌握的学佛当中的一个过程 一个进程 所以师父慢慢地跟大家讲这些佛学的基本的一些常理 让大家在学佛当中能够能够进步更大 信实际上就是我们先要相信佛法 相信佛法 相信佛陀 相信三宝 我们就会有信心啊 就像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 你相信了 你才肯去做呀 你不相信他 他叫你做什么事情 你就不会去做 那么我们今天相信了佛法生三宝 我们相信有菩萨会保佑我们 我们相信佛法能够让我们破弥开悟 我们相信 生团代表着佛陀的形象 代表着我们每一个守戒人的形象 那么我们相信了 我们就去学了 所以相信这是正性 那么在佛法里面呢 很重要的第二点是解 解是什么呢 就是你对一个事情的理解非常重要 比方说对某一件事情你不理解 你根本不会去做的 别人说句话 你要理解吧 2500年佛陀留给我们 这些弟子的那些佛法的经据 就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它 了解它 这个世界苦空无常的真谛 一切都是无常的 不是长久的 这个世界是苦的 然后呢 到最后一场空 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苦空无常 就是告诉我们真谛 那么你要去理解吧 所以解是非常重要的 你懂了 理解了 你就是获得了 佛里的真正的正解 正确的去解释它 所以第二个 就是相信之后 对佛法教义的获得理解 很重要 第三个呢就是行了 我们经常说 当你明白道理之后了 你是不是要行啊 行就是在做菩萨 当我知道了 别人跟我讲 我都理解了 接下来我就是要去行了 去做了 做得像菩萨一样 这就是行 那么行实际上 就是我们经常 学佛人经常讲的一句话 叫修行呀 修什么 你每一天有行为吗 有 你有一些做得不如理不如法的 也叫行为吧 对 那么要把它修正吗 修 然后呢 就是在你的行为上把它修正 所以 依法修行 就是如理如法的去学佛修行 就是我们说第三个 要行 第一个要相信 第二个要能够理解佛法 理解了之后呢 要去行 那么最后呢 就是要正 因为你行了之后 你又感悟了 行了之后 显灵了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学佛呢 因为我去行佛了 我去做了很多佛的事情 没想到 广结善缘了 我真的明白了 这就是学佛人应该懂得的 如果你今天去行了佛 去做了菩萨一样的事情 结果 你广结了善缘 大家都对你很好 哎呀你好开心啊 你看我学佛之后 大家都对我这么好 大家都这么关心我 你是不是 已经验证了 佛法的证悟吗 你就懂了 修行 哎呀我要继续下去 因为我验证了 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我要继续下去 那就是正得果味了呀 因为你坚持下去 它就果就出来了呀 你种一棵树 要长果实的话 你种下去的话 人家告诉你 哎呀会长出苹果出来的 你没看见 那你种的时候是不是行啊 对不对呀 首先你相信这棵树 它能种出苹果的 然后呢 你从理论上来说 这棵树 它的结构 它增长的环境 它的太阳 它的浇水 能够让你懂得 它可以长出苹果出来 那么等到第三个 啊 那么就是要行了 那么开始要培土啦 要浇灌水啦 要朝着太阳呀 啊 要做很多的工作 那么这就是行 行了之后呢 它还没长出来呢 那么等到最后 就是正 就是你看到了苹果长出来了 得到了这个果了 叫正果 所以佛法跟我们人间很多的原理 这些种植物啊 一些正确的原理是一样 信解行正 实际上信 再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一个人学佛 要建立自己的信心 我相信 我才学佛 因为你对佛法有正性 我相信佛陀 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能够救我 那么你建立对佛法源的正性 什么叫佛法源 佛法来自于哪里 你要知道 这个佛法给你带来的源泉 这个正性 因为佛陀是非常非常的正法 我相信佛陀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佛法 是能够让我们觉悟的 让我们解脱的 接下来呢 就是佛进入人间的一大因缘 让你找到了 因为佛陀到了人间来 他来弘扬佛法 他到人间的一大因缘 就是要让我们所有的信众 让我们所有的众生 要开佛之见 什么叫开佛之见 要理解佛法 阿药 破米开悟 你心中一解开 你的烦恼就可以见到佛法 然后知就是知道了 你的见解是对还是错 所以解呢 实际上就是对佛法的理解之见 解 你也要懂得 是不是结合你实际的情况 去理解佛法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 你用了佛法了 那么跟你的生活 我契合了 的确 家里有矛盾 我忍辱了 那么这个矛盾慢慢就化解了 那么你一看这个佛法 我验证了 是好的 那么你就是明理了 你就明白了 所以解就是化解 理解 那第三个行 就是师父刚才前面跟大家讲的 你做什么事情 你有理论基础 你要去做呀 你在家里做再多事情 你什么都懂 你不去做 你不理解 就像一个人说 我会开车 开车很容易的 这个翻一半 那个脚踩刹车 想停就踩左面 想开车踩右面 你没开过车 你试试看呢 你上了车 你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个行 就是要弄懂 把佛法彻底的弄懂明白之后 你要在生活当中去运用它 运用到正见的明理 正见明理 就是明白 真正的正见的明白这个道理 而且把这个佛理要用到 你每一件生活的事情当中 这个就是行了 今天我吃饭 我感恩 那就是行佛啦 我今天做菜 哎呀 我今天懂得我要劳动 我要帮助别人 对不对啊 哪怕睡觉 我都要做个好梦 因为我学佛修心 我希望菩萨给我加持 明天有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 因为我需要得到身体能量的补充 所以我睡觉也睡得好 求菩萨保佑 所以为什么 每一步在人间的事情 你都要如理如法呀 所以正就是轻生的去经历 去验证 这个佛法的道理 你所走的一切的道路 是不是正 你要明白 靠别人 靠别人跟你说 你不能理解里面真正的含义 只有当你自己轻生去验证 轻生去体验的时候 你才能明白这里面真正的含义 所以很多小孩子 父母亲跟他说再多的话 孩子啊 你这样要吃苦的 他没吃过苦 他没感觉 所以他不会去理解 只有当他自己碰到了 自己感受到了 自己碰到了痛苦 或者碰到了幸福 他才能相信 他才能理解 他才能去做 所以佛法怎么样契合在人间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修行的一个方法 所以人生中出现的一切 你学了性解行政 这个四个门之后 你就慢慢懂得了 我们人间的一切 只是一种经历呀 一种感觉呀 没有办法拥有它的 我们小时候拥有的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现在失去了没了 一个party呀 或者曾经得到一个奖了 或者你曾经得到了某一项的冠军了 一切都无法拥有它 不能永远的拥有它 所以就无所谓失去了 只是人生的一个经过而已呀 就像我们到过很多国家去 你去过吗 去过了 你去玩过吗 玩过了 你觉得好玩吗 忘记了 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人生也是这样 只是经过而已 所以无所谓 什么失去还是拥有的 那是一种感觉 所以无所谓 人的失败 所以很多人做错事情 纠结在一个点上 就是不肯承认 它实际上 它纠结在 我是失败 实际上 经过一年两年 几个月之后 这件事情 本身已经是一种知觉 感觉 它没有了 根本无所谓 它曾经失败 还是它拥有 只是 人多一个经验 而已 所以师父跟你们讲 用一颗 真诚的心 去看待人生 一切的德与诗 名语 利益 它都是 一种过眼云烟 就像我们旅游的时候 一种风景一样 我们从来没去过 法国巴黎的时候 我们被 法国巴黎 雄伟的 这个 埃菲尔铁塔 所震撼 看过很多电影 非常 想上去走一走 去过了 排队排很长 上去了 被一阵风吹得了 赶紧下来了 失去了 找不到了 没了 就是一种感觉而已 所以人为什么要纠结在某一个点上 对 错 不肯承认 这个世界上跨不过的门槛 不要去硬跨 你跨过了是门 你跨不过 那就是槛啊 所以拿不来的东西 不要硬了 就是你暂时得到了它了 你也会失去的呀 懂得这个道理 有什么在世界上 可以去争 可以去抢 可以去夺的呢 人生的道路上 我们有时候根本 还没有理解 还没有懂得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站在十字路口 或者三叉路口的时候 我们走错一步 可能我们影响一生的前程 所以学博人为什么有智慧 就是在选择上 用我们自己内心的悟性 来体会这个世界的真理 我们人慢慢才会知道 这一辈子 有的时候 想一想很痛苦 为什么 因为你经不起别人的谎言 你会发怒 有的时候 你要经得起谎言 你要受得起别人对你的敷衍 你要忍得住别人对你的欺骗 有的时候 你要活着 你就必须要忘记 曾经拥有的创伤 所以慢慢的你才知道 坚持 有的时候 未必能够让你得到成功和胜利 放弃未必是认输和失败 给自己拥有一个迂回的空间 让自己退一步 想一想 停一停 思索一下 我的人生究竟应该怎么样 要学会等待 学会掌握真理 学会调节自己的性格和气质 好好跟着佛 好好跟着菩萨 去寻找那正能量 去寻找那人间的智慧和般若呀 所以人生很多时候 没有必要的 不是需要你去执着 更需要的是你拥有人间的智慧 来看破这个人间的红尘 所以我们人 因为会执迷于幻化的现象当中 这件事情对了 错了 这都是一种现象 有的时候 朋友兄妹夫妻孩子 等等都是一种生活的假象 想一想 我们兄妹朋友夫妻孩子 都是一时的缘分 等到最后 可能还是你一个人过日子 能够坚持相伴 那是缘分 不能够坚持相伴 那就是验证了人间的亲情 不管什么情 都是一种虚幻的假象 所以相对来讲 你当时看见的兄弟姐妹啊 夫妻啊孩子啊 他好像就是真的 因为都存在嘛 因为在这一件事上 实际上 实际上促成了你真的缘分 这个缘分是被你促成了 你拥有了兄弟姐妹啦 夫妻啊孩子啦 但是我们不能以假乱真啊 因为当你知道这个事情 明明知道是假的时候 你把它当成真的了 你以为这是你一辈子 所拥有的 不会失去的东西 所以以假乱真 你也不能以真假 当成是绝对的 这孩子是你的吧 是的 好像是真的吧 真的 其实失去了 就不是你的 是假的 缘分啊 他来过了 他就离开了 结婚了 他或者到农村去了 或者到哪里去 他应该去的地方 你不能把这个人间的那种缘分 当成是永久的 绝对的 实在的 去分别它 去形容它 因为这些都是虚幻的 因为色即是空啊 空即是色呀 所有的一切现象 记住 佛教界把它认为 本性 实性为空 就是它的本质 都是空的 因为我们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连最后 你所拥有的肉体 都不能跟你相伴 永远 它都会肉体离开你 只有灵魂是你的呀 它肉体坏掉了 它就要离开你了 可能我说这句话 很多人 还不以为然觉得 这个肉身不是永远跟着你吗 我问你 你如果身上某一个部位烂掉了 把它割掉 动手术了 是不是这一块肉 这一个胳膊 或者这条腿 就不是你的了 很多糖尿病的人 腿烂掉了 它必须要割掉了 否则它会发炎影响它 整体的身体健康 所以这条腿 就不是你的了 它不能相伴到你永远 所以任何的执着贪恋 就是不理解色即是空啊 感谢我们的确保 谢谢大家